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黑哥 今天我们又出来觅神了 虽然天气很冷 今天我要带大家评测的是一家特别有名的饭店 据说郭德纲是最喜欢这饭店 只要回天津来肯定来这吃 它叫利德顺小老饭庄 就在前面不远了 咱们走 小老饭庄在天津有名的西北角西马路上 是一家地道的回民财馆 现在是刚刚十二点 可这店里已经坐无虚席了 您看这墙上 全是跟明星的合影 这张就是郭德纲和老板的合影 郭德纲可是这的常客 虽然人不少 但这上菜速度还真是挺快 我点了三道特色菜 这最有名的就属这道红烧牛窝骨了 牛窝骨就是牛的膝盖骨 软筋比较多 而且吃起来软脆有嚼劲 还有特别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 基本上是每桌必点 白菜炒蟹这道菜我是从来没听过 白菜竟然能和螃蟹一起炒 而且螃蟹还真不少 黑蒜子牛肉粒也是天津的一道本土特色菜 出了天津味可就很难见到这道菜了 重点呢你说下这个牛窝骨 红烧牛窝骨是他们店的一个特别特色的东西 对很多美食大师都说为这个菜非常绝 尤其是这种带着筋的这种全是肉 肉有这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你能体会吗 上的时候是一大块 服务员会拿刀把它给切开 切开以后就都变成这种小肉块了 这个红烧牛窝骨绝对是吃肉 能让你满足到死 这种小肉粒是一大块 感谢观看 大家看见了吗 一共花了162我已经吃完了 三个菜称的不能再称 非常好吃 而且还没吃了 还得大包 我觉得这个饭店 还是非常不错的 味道非常好 量给的非常非常足 量太大了 感觉到了东北 好吧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这样 喜欢小叶哥视频的朋友们 请给我个关注 评论转发 收藏 支持一下 拜拜了